各位同學 我們開始今天最後一堂SAS4138 今天很早之前 我們已經教了書的上一堂 復活假期之前 你也和大家溫習的 今天主要和大家講回 接下來的assessment的安排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 特別是關於assessment的 同學之前都發了電郵給大家 或者在Moodle裡面放了一些資料 關於這個assessment 留意這次的assessment 就不同以往的考試了 OK 就不用考試的形式 反而轉了做一個測驗 以往來說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最後的考試 考試合格的話 你才可以合格整個課 現在我們轉了 轉了做什麼呢 就轉了做一個叫做EA test 加上一些叫做EA lockbook 就是有兩個部份 就是說你要pass這個課來講 當然你的總分一定要合格 除此之外 這個EA這個部分 end of module assessment的部分 包括了一個test 和那個lockbook 計算了兩個 一定要合格 當然就是說 你overall加上CA 就是平時的功課 assignment 或者report 你也要合格 但是你這個EA的部分 特別來講 一定要合格的 等同考試一樣 考試只有一個考試全包了 這次就不是 轉了做一個test 再加一個EA lockbook 要兩個部份加上合格 才要合格這樣 那這個測驗 什麼時候的測驗呢 就定了5月10日的星期一 就2點鐘到4點鐘 就是兩個小時的 安排了兩間房間 因為都有70個同學 所以用兩間房間 2007A和2007B 至於座位那裡 去到市場的時候 我貼了一個座位表出來的 大家看回坐哪個位置 去哪個課室 先講回 我們說EA exam 轉做EA test 加EA的lockbook 先講EA lockbook的部份 提起第一件事就說 其實之前都跟大家講很多次 交功課一定要準時交 不可以遲交 其實不可以遲交的 你遲交來說 一定會扣你分的 一定會扣你分的 因為現在我們掛這個EA exam 轉做EA test 加EA lockbook 所以說那個lockbook那部份就更加嚴謹地執行了 其實跟議員一樣而已 我們將第5至第8個實驗 5、6、7、8、4個實驗裡面 就會當作EA的平衡 所以同學呢 你要這時以後就要交那個報告 其實所有報告都一樣的了 這個禮拜做完了之後 就下個禮拜就要交 留意一下就是說 你要準時要交 何謂準時呢 如果你是B1班同學呢 你應該在8點半之前就要放上Moodle了 如果A班同學呢 你在1點半之前放上Moodle 你遲了這個時間呢 都是當遲的 那就一定會扣分 一定會扣分 除了扣分之外就說 議員提到紅套的紅套 都很禮拜就經常會遲交的 所以這次 因為我將這個EA lockbook 就當作一個EA的assessment component 所以來說 如果這次你遲交report的話 基本上來說是不會接受的 除非你有特別的原因 合理的原因 OK 還有相關的證明 因為等同學好像考試一樣 因為將這個lockbook轉為一個EA的component 所以要跟等同學考試的嚴謹程度 所以如果你遲交的話 遲交8點半打後才放上Moodle的話 whatever reasons 你給我們一個合理的原因 還有相關的證明 基本上來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接受的 就不會改的了 自然你每個實驗5 你遲交的話 沒有合理的原因 你不會改就沒有分的了 如果你有合理的原因的話 經過你考慮的話 我們都會改你改份的report 雖然你遲交了 但是原理是合理的 我們覺得合理的 reasonable的話 我們都會幫你改 不過一定會扣分 先提醒大家 不要無緣無故遲交任何功課 特別是這個EA的lockbook 因為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會走第二回合的實驗的 其實所有的report都計成了lockbook 跟在EA的部分的 所以你遲交的report來講 是會影響到你EA的部分的 Sorry EA的部分的平衡的 先看一下 那我可以不可以在這裡 提醒大家 不要無緣無故遲交 OK 沒有特別的原因 因為給大家的時間做的 一個禮拜的時間做 而且一組人家分而已 本上人說 所以那個work一定不重的 如果還是遲交的話 那你就沒有分的了 如果你分一分lockbook遲交的話 其實沒有那個分 是會影響你整個EA的分數的 我們經常說 就是EA的分數一定要合格 包括了測驗和lockbook 那你如果lockbook的部分的分數沒有的話 是會影響你整個EA的部分的分數的 可能來說 你是會不合格 要重讀的 那就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OK 現在大家留意了 不用去沉悲了 那至於這個EA的証書是這樣的 那個format是什麽呢 我就看第二版了 那這批的資料 其實之前都已經傳給了大家的了 那第二版裡面 看回就是EA的那個測試了 那EA的測試是這樣的 兩個小時 這樣分了三個部份 Session A 全部都是MC來的 有10題的MC 2分1題 就有5個選項 就是5個Choices A to E這樣 這樣選一個最適合的答案 OK 那至於Session B呢 那4題的短題目 那總分是40分 那每一題的那個分數都不是平均的 其實 行不行 那一加起來了 Session B呢 你是要回答四題的一些短問題來的 Session A 和Session B 一定要回答的 一定要回答的 互選擇的 但反而Session C 給我留意了 Session C呢 你有三題的長題目 記住有三題長題目 不過呢 你只要回答兩題 其實我們只會改頭的那兩題 最後那一題我們是不會改的 行不行 我們不會說你回答三題了 三題你改 接著就選了最高分的那兩題來做評分 就不會的 我只能夠順序改頭的那兩題 所以同學 千萬不要浪費時間 就回答三題 OK 行不行 我在這裡 Session C裡面呢 就每一題都是20分的 所以合起來就40分 那整份測驗卷呢 total就是100分滿分 OK 那一定要在EA測驗 加上EA Notebook 拿到合格的分數呢 才能夠Pass到這一課 當然啦 都要計算你CA的 平時你加個Report 你的Individual Report 和你的功課 提醒大家同學 去到這個moment來說 其實還有同學呢 一份功課都沒有交到的 我們有兩份功課 一份是GC 一份是HPLC 然後有同學呢 兩份功課都沒有交到的 然後有同學呢 Individual Report 都是沒有交到的 其實我之前已經吹過幾次了 我不再吹了 因為這些是你的責任來的 你一份功課都不交 一份Individual Report都不交的話 那就會影響你overall的分數的 就算你EA合格的話 但是拖上那個CA不合格的話 都是會不合格的同學 所以我不再吹你了 對不對 就是以後你的功課呢 包括你的Notebook 我不會再吹大家的 對不對 因為你不交的話 我在Moodle裡面看那個時間 你遲那個時間來講 沒有合理的原因 我基本上就不會改的 其實也不會再吹大家的 以往來講 我經常吹大家要交功課 你沒有交到那些提案 你要補交回來 對不對 補交回來都會改回來 不如同學改回來 當然就會扣分 同學們 但是這次來講 就所有的 你遲交任何的Notebook 我是不會再吹大家 OK 行不行 因為當作是EA exam的成份 行不行 同學在這裡 好 有沒有同學不清楚 關於接下來EA的考核 End of module assessment 我沒有問題啊 是啊 Sir 這樣交了你郵商那裡 行不行 因為之前交了你郵商 之前交了我郵商 我提醒大家 之前我催你那些 你補回給我 我都會幫你改回 但問題是有扣分的 但是之後就不會再吹大家的 其實就是 因為當作是EA exam的那個功能 那你遲交的話 就一定會計到 如果沒有合理原因的話 就不會改的 還有一個測驗 你不出席的話 提醒大家 你不出席的測驗 都是會肥胖的 行不行 就算你那天 病了有醫生子的話 其實都不會特別安排一個補考給大家 沒有補考 特別是沒有補考 尤其是測驗都是沒有補考的 21年級同學一起考那個測驗 或者考那個試 就沒有補考的 即使你那天病了 測驗來不了的話 其實都不會有個補考的 行不行同學 你先知道清楚了 還有沒有關於這個assessment的同學 阿Sir 我們以前交了一波的時候 我們是做完實驗之後 就第二天之後再交的 但是每次你都是說 過了一星期就說收不到 我們重新交過 第二天之後再交 你的意思是你成功交給我的 就是做完實驗之後 然後第二天我們就交了 但是過了一星期之後 你就說我們收不到 第二天又交了 你哪一組的 應該是改報了的 我幫你查一下 你什麼名字 你哪一組的 1B1第1組應該是 但是哪一個實驗 不是 就是已經出現過兩次這個情況 其實就是是不是我們有些交的情況 是不是有些出錯 還是就是你交的方法 只要你來講就是我們那個report 你做完實驗之後 你還要擺上Moodle的 其實 你不是親手寫了report我嗎 我們是交到Moodle上 但是有兩次都是你說收不到的 不是 有試過的個案 有什麼案 我見過同學擺Moodle 其實擺了第二個日子 其實有一組是這樣 其實有一組 他應該就說 譬如你個report來講 應該是今天做完啦 那應該下個星期交 應該要放下個星期 那個適當的日子 擺了第二個日子 其實有一組是這樣 我記得印象中 就是他擺在Moodle裡面 因為我放了這個日子出來 那你交那個日子 你不是擺 你擺那個Moodle 你擺那個地方 就不是擺應該交那個日子 譬如今天舉例 今天應該是4月9號 做report 那你交report 就交4月9號的report那個日子 就不是交了第二個禮拜 即是第一個禮拜的那個日子 所以這次是不會的 我再看一次 或者試過幾次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次我每一次 都有人放一個日子出來的 所以現在看到Moodle裡面 是沒有任何日子的 就是第五個實驗 我沒有放了一個地方 給大家擺那個report的 那當去到下個星期 那時候做完實驗 我才放一個日子出來 那我就不會放你擺錯了 我就不會一次過放一個日子出來 之前我催你那些 就是催你那些沒有交給我 你交給我 我就會改給你 其實看回如果你不是特別遲交的話 之前你說原來擺錯地方 那都OK的 都不會說夠你分的 但是那些同學就是 所以說來講 是還沒交 特別是 留意有一個是individual report來的 其實同學是沒有交到的 那個佔很多分的 因為吹過很多次 我就不再吹了 因為吹到 你這麼多同學 七十幾個同學 逐個逐個吹 其實你吹又不理睬我 所以說你不回覆我的話 我就當你不交的 其實所以說 所以說收不到你們的report 那你去到最後不夠分的話 都沒辦法了 提醒大家的出席率那裡 同學的attentency那些 你自己計算一條數 我都是不會催大家 哪個同學的tentency不夠 因為我提過幾次了 所以說來講 同學的其他科 它的tentency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可能真的它是要重逐這一科的 還有不是想問關於 那個 接下來的assessment的東西了 同學 因為其他科都不用考試的 從這個二角所知來講 一轉了 或者這樣 同學還有少許時間 因為上個課之前 我們關了三張書 chapter 1 2 3 那我都不如用了少許時間 因為其實今天就是一個小時 今天的安排就是一個小時 九點半打後 就是A班的同學 A班就有兩堂tutorial 所以A班就連續上一堂tutorial 其他B1B的東西應該就上完的了 因為今天只有一堂 整個schedule只有一堂 那既然還有少許時間 那我可以跟大家關掉第四張書 我們這個測驗呢 這個測驗呢 其實就測了這麼多科的 sorry 測了這麼多章 託史的 就是chapter 1到chapter 4的筆記 其實是測了的 那我們上個課呢 就溫了chapter 1、2、3 其實chapter 4當然都溫了的了 不過隔得太遠了 讓大家有些磨灰匯了 那我提醒大家的記憶呢 那不如用少許時間 還有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 和大家溫了第四張書 等等我先 等一等我先 我要先開個file Teresa 讓你先開罹了 把您的資格 殘忍 坤 在玩笑 我 Doesn't 是的 第四張書 測驗都要測還是測完的 測驗要提醒大家 四張書會測完的 行不行 四張書裡面 無論MC的短題目 長題目 都會有些問題問到的 其實不會說哪一課 不會說不考的 行不行 提起一點點 關於那個紅外線光譜 其實紅外線光譜 我們的層面來講是做一些molecule 做一些molecule OK 基本上來講 大部分的molecule 基本上都會吸紅外線光譜的 但是那些molecule 譬如哪些molecule 我叫做diatomic molecule 先去那裡 這裏有沒有收回大家看 先去看看 這裏 我們說這裏 第八張筆記裏面 我們說紅外線光譜是做一些molecule的 其實基本上絕大部分的molecule 都會absorb紅外線光譜的 唯獨那些molecule是不會absorb 叫做diatomic molecule 什麽叫diatomic molecule 就是那個分子是由兩個原子組成的 那兩個原子是相同的 舉例 譬如chlorine chlorine Cl2 同學 Cl2是一個molecule來的 由於它是一個diatomic 什麽叫diatomic 它兩個組成的原子都是相同的話 其實這個就不會absorb IR的 大家留意這個了 因爲沒有change development 當然同學可能不太明白什麽是change development Anyway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它是一個diatomic molecule 就是說它兩個atom組成的那個molecule 是相同的話 比如chlorine 或者R-dean 基本上來就不會absorb IR的 不過CO2就不是的 CO2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不是diatomic molecule 它不是diatomic 因為它是三個原子組成的 其實可以嗎 CO2二氧化碳是兩個不相同的 所以CO2是會吸紅外線光譜 其實和我在第五世紀都會做到的了 就是說 很多時候照紅外線光譜 要做一個背景 做一個背景 就是用你的樣本 用你的solid的樣本 就是照紅外線光譜 就是做solid solid 照過程裡面當然照到什麼 你那個solid 那個molecule的紅外線光譜 那個圖譜出來 但是因為整個空間裡面 的surrounding 都是有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佔的份量不是很多 0.3% 但是那部紅外線光譜 靈敏度夠高 所以空氣裡面的CO2 是會出到一個紅外線光譜出來的 所以照射的時候 你打完那個餅之後 就可以照紅外線光譜 其實做那個紅外線光譜 不只是你的molecule 不是你的solid molecule 是要包含空氣裡面的CO2 空氣裡面的CO2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背景 什麼意思就是 做完了樣本之後 我再照射那個空氣 照射那個空氣 接著讓電腦記錄回去 電腦給你做一個subtraction 做一個減數 所以要做兩次的 先做一個solid 打完餅之後做一個solid 接著呢 就拔走一個solid 就照射那個空氣 什麼都不放下去了 照射一個背景 透過電腦呢 幫你做一個subtraction 自動的減回它 行不行 紅外線光譜 其實空氣裡面有很多氧氣的 氧氣會吸收紅外線光譜 O2 O2就是一個diatomic molecule 兩個原子造成的 molecule 還有更加來講 它是兩個相同的原子 所以氧氣就不會吸收的 淡氣也不會吸收的 淡氣佔很多的 八成都是淡氣的 兩成是氧氣的 少一個percent是二氧化碳 行不行 那二氧化碳會吸收紅外線光譜的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要做一個background 做一個subtraction 提醒大家和這裡 提醒大家和這裡 都和我提醒過很多次了 我們說紅外線光譜 就斬開兩個region 一個叫做纖樓上和纖樓下 我們說1500樓上的就是光能機 透過1500樓上的peat 我們可以知道一個molecule 是什麽光能機 另外就是說 如果兩個molecule 有相同的光能機來講 那紅外線光譜會不會一樣呢 就不會的 在1500樓上的fingerprint region裡面 一定有些peat是不相同的 透過電腦和你match回 match回1500樓下的peat是不相同的 對方的圖書館 從而找到哪一隻unknown structure 所以我們要分開 纖樓上和纖樓下的那樣東西 另外就是 和他掃一些tutorial questions 一些typical questions 就是和測驗考試差不多的題目 就是這一類的 一些past paper 就是會有些題目類似 就是這樣就說 其實這是past paper來的 就是說給一個圖譜大家 紅外線光譜大家 給那個molecule format大家 當然還要給一個重要的 就是那個table 一定給你的 不給這個你做不到的 我們那個table 這個來的 exactly這個table 這個table 就是不同的functional group 不同的group 它特定的vibrational frequency frequency OK 比如舉個例子 就說 如果用一個alkine來講 是alkine 它應該有一個ch double bond structure的stretching 那應該是哪個 Ravening region裡面有 就是30,20到3140 那就看回來了 如果那個是alkine來的話 在這個圖譜裡面 R spectrum裡面 你找一找 會不會在30,20到3140裡面 有個peat 如果有的話 這個可以推算回 它一個什麼 alkine的double bond structure 還有要寫回 就是說 這個屬於是哪一個 vibrational frequency 還有它屬於哪個vibrational mode 這個vibrational mode 這個屬於是 double bond structure的stretching 還是一個bending 就是你寫回 我們說的vibrational mode 就往回 是哪一個functional group 哪一個functional group 它是ch functional group 或者是oh functional group 它屬於stretching 伸縮或者是bending 那這裡有寫回 顯示很清楚的 這個30,20到3140 就是屬於stretching的 可以不可以 stretching的 那再舉一個例子 就說 如果是alkine的話 它是高一些的 它在3265到3335 就應該有一個 double bond double bond的stretching ok double bond的stretching 你要寫回 就是基於圖譜 比如這個圖譜 你看看這個圖譜 這個 你看到一個pick 這個很sharp 它不過3000的 這裡 這個不過3000的 你看回 自己懂得看 這裡是2000來的 ok 到這裡 差不多是2900到3000之間 那你就寫 自己estimate一下 這個pick 應該就around 2950左右 2950這個pick 那到底是什麼functional group 對方的table 這麼大隻 2950那個pick 那2950那個pick 就high one division 250到3000 可以嗎 S是strong的 很大隻的 那看回來 那個2950 應該推算這個 這樣的absorption pit 應該是一個ch的stretching 屬於alkine的 就不是alkine 因為alkine是大過3000的 你留意一下 alkine呢 更高一些的 3200左右 可以不可以和我做一個推選 你要寫那個vibrational mode Base上你observe得到 你寫你那個 你不是寫那個table那個 這個table的range 只不過告訴大家 如果在這個範疇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pick的話 是屬於哪些vibrational mode 哪些functional group 所以你寫那個時候 你要寫什麼呢 寫你見到那個 寫你見到那個 去看剛才那篇圖 去看剛才那篇圖了 你看到在2950左右 有個pick來的 跟回那個table 2950應該是一個什麼 現在single bond ch的stretching 你要寫回2950 2950裡面 有個ch的stretching 你要寫回那個 是哪一個震動模式 就是這個 觀衡機要寫回 single bond 它是l king 震動模式 是stretching 寫回你見到 那個absorption的wave link 它是2950 可以嗎 在這裡 當然 做deduction 就是猜到什麼構造呢 第一件事 我們先做這個 就是計那個DOU 可以嗎 先計那個DOU 先計那個DOU 然後先做Deduction 正路來講做個做法 那DOU裡面 就是看看有沒有double bond 那條公式就不給大家了 記住了 大家記了它 回到前面 這裡 那DOU 就是degree of unsaturation 看看它有沒有double bond 看看會不會有ring 公式提醒大家 就不會給大家記的了 就carvin的數目 乘2 再加2 然後加淡氣 減輕氣的數目 再減輕氣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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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2 OK 如果 你算出來是4 或者是流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推算一下 它有ban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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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ecule 很大機會都有bansine molecule OK 如果就是4 或者是流上 那當然 我們說如果算出來 DOU是1 其實有什麼可能性呢 它可能有一個double bond 或者是一個ring 可以不可以 記住一個ring 都是會count成一個double bond count成一個dou 所以這裡4 其實有什麼機會 就是3double bond 加一個ring 先等於病 那如果算出來的dou是2 可能它有2double bond 那究竟它有沒有double bond 有沒有trouble bond的話 就看回了 看回它的圖譜裡面 看回圖譜 剛才都說過 剛才那幅圖裡面 它有2950有peak的 大過3000也沒有peak的話 基本上來說它就沒有double bond 所以說 如果你想看回它是不是trouble bond的話 你要看回 在3000 看回那個table 如果你猜它 你算出來的dou是2 可能它是double bond 兩個double bond 或者可能是一個trouble bond 那究竟它有沒有double bond 或者是trouble bond的話 就看回了 如果你說它是trouble bond的話 就看回它在3200到3300裡面 有沒有peak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它就應該不會是trouble bond 反而就是double bond 可以嗎 當然就看回了 double bond 都看回它沒有trouble bond 因為3200到3300沒有peak 看回它在3020到3140有沒有peak 有個peak 就是它是double bond 就是這樣做 所以同學 你做回這裡幾題的tutorial A班還沒有做 不要緊 一會兒跟A班做回 可以嗎 但是B班 B1B也好 都是用那個方法來做 先計算了那個dou先 猜它有沒有double bond 有沒有ring 那究竟是不是有ring double bond 然後呢 就看回淘寶了 那你就 pubble 製回出來 同學 製回 剛才說 如果去single bond的話 就應該有個ch的stretching 你要寫回ch的stretching 寫回你看到那個peak的absorption 它是290 就不是寫table的range 這樣 就列了所有出來 就是這樣 那 跟著最後來講 就畫一個structure Based on這個molecular formula 畫一個structure 畫任何一個可以的 其實它有機會是多過一個answer的 OK 多過一個answer 你寫一個可以的 寫一個可以 那同學 留意一下這裡 要懂得做關於這些類的題目 那同學 建議大家同學 再看回這些tutorial 或者這些past paper 就是b-bar和我這樣 那些機器那些 FDIR 那些機器的原理 我們就沒有什麼詳細講到的 其實那些硬件那些 我們去那個 這個硬件就是什麼光源 它那個detector 這樣 甚至那個最重要的組件 interferment 我們沒有什麼詳細講 所以我這邊就不需要認識的了 這裏 可以嗎 這些 快給我去支援一些 剛才我們講的那些 簡單的spectral interpretation 還有就是說 我們有固體板 液體板 液體板 起體板的時候 用什麼方法處理的樣本 本來做個IRNR 這個反而就知道多些 這個instrumentation 反而就不太詳細了 也提到大家 紅外線光 寶寶儀器呢 最怕是水 對不對 我們不喜歡見到水的 那為什麼不喜歡見到水呢 其實 特別是我們做固體液體的時候 如果你的板收到水的話 有一個不好處就是說 你一個Binding agent 你說 我們做固體 有一個打柄 打柄需要一個Binding agent KPR KPR基本上如果碰了水 它有機會會溶的 其實 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特別來講 我們做液體樣管 有一個叫Liquid Sodium Coicel 這個呢 碰到水就更加會溶的 所以 同學做液體的時候 你處理Liquid Cell的時候 這塊是鹽片來的 這塊是鹽片來的 你碰就碰到旁邊的 其實就不可以直接碰到表面的 因為大家手看是會溶到的 其實會溶到鹽片的 所以我們說紅外線光寶 最怕水 第一就是說 你用的工具 比如KPR做Solid 或者這個鹽片做Liquid 其實都會怕水的 其實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如果你的板裡面有些水的話 碰到一些水的話 其實你要做到一個OH的水出來的 因為水呢 H2O是一個OH group OH group呢 跟我們知道一下 這個很特別的 你看看圖寶 它有一個很大的水 其中一個 這個Benzel acid 它是一個OH group 凡是那些OH group 例如Alcohol好 或者酸好 其實它在2,000到3,000 有一個很大的水 我們看到這個 超大隻 它蓋上其它水的 蓋上它 它本身如果有Alking的水 或者Alking水 都蓋上了 一個這麼大的水 所以我們說 紅華線公園為什麼不想看到水呢 第一就是說 如果在 sample裡面有水的話 或者工具有水的話 其實會照著那個OH group出來 照著水的OH group出來 變成在淘寶裡面 你看到這麼大的OH group 究竟這個OH group 是本身的 molecule 本身自己本身 還是因為有水 做成一個OH group 給大家看到呢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紅華線公園 我盡量不可以碰到水的 其實 因為有水的話 就provide一個什麼呢 一個錯誤的 知道我們 懷疑那個 molecule 是有一個OH group 可能它沒有OH group 但是因為你避免到水 就要有OH group出來 可以嗎 所以 所有的紅華線公園的工具 這樣 絕對絕對是不可以用水洗 可以嗎 我很喜歡就是說 所有的工具 加費是好一些用水洗 其實 偶爾說 我們要做organic analysis 其實 你用水洗完沒有什麼用的 其實 因為 你水洗不到一些organic的東西 因為organic不是用水的 其實 可以嗎 最後來說 你都要找一些organic生物 沖回去 給我留意一下 紅華線公園 一定就不要碰水 OK 所以你記住 你的sodium chloride cell 你不要用水給我洗掉它 一洗就沒有了 其實 可以嗎 一洗就沒有了 OK 適合的時候都要小心一點 戴手套就適合了 你洗它 就不是用水來洗 是有機用來洗 最好用哥羅芳 哥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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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那麼好 其實 因為普通的 9.5% 都是水 所以最好用哥羅芳 哥羅芳 哥羅芳就沒有水 OK 大家留意一下 那紅華線公園裡面 重要就是說 sample preparation technique 跟我們知道 那些打餅 liquid 還有那個 做一些簡單的interpretation 簡單的interpretation spectral interpretation 反而其他的instrument 比如HPLC GC 那個儀器架 大家要知道 包括detector 什麼column HPLC GC 都講過 大堆的detector 和column 和我們要知道 可以嗎 HPLC裡面 有三款detector UV 或者DAD 還有一隻叫做 ELSD Evaporative Light Scattering Detector 可以嗎 同學要知道 不同的detector 做哪些分析物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那個monicule 是有 tubble bond 特別來講 有conjunible bond 你會選擇做UV 或者選擇DAD 可以嗎 可以 你選擇一個最好的 來的 就沒有必要選EFSD 給我記住 可以嗎 EFSD是什麼時候用的 同學 如果它是沒有conjunible bond 沒有Benzine ring的話 你只要選EFSD 你要寫回整個全名 UVisible 如果問你什麼detector 你寫回全名 你不要寫簡寫 簡寫比不足分 你同學 而且知分那個 運作的原理 同學就不要寫MS 同學 雖然你另一科 寫1、2、4裡面 都學過質譜2 比如GCMS LCMS 但是這一科寫300是說色譜 不是說質譜 所以你寫說那個detector 比如LC或者GC 他問你用什麼detector 你就不可以寫MS 雖然MS是對的 理論上是對的 但是在這一科的考核來說 就不是一個correct answer 可以嗎 所以寫mass spectrometer 是不接受的 寫300個assessment 我就不是說你錯 不是說你conceptual錯 但是for assessment purpose來說 你是不可以寫mass spectrometer 當然你寫mass spectrometer 就是一定是對的 基本上一定是對的 但是問題就是 對這科考核來說 就不是考大家懂不懂mass spectrometer 你反正懂不懂FID ECD 可以嗎 GC教育兩款 FID 和ECD HPLC三款 可以嗎 你寫三個 就是Among我們教過的 你選一個適度來看 for這個analyzer FID是做自然的 什麼時候選擇ECD 比如Halogen的話 還有Clorine 和Promine 你選擇ECD 就是這樣選擇 OK 另外就是 你選擇的colum colum GC我們講的那一大堆 你要知道一些common的 stationary phrase 它是ABC1 ABC5 是Polar 還是不Polar 大家要知道這些東西 可以嗎 HPLC就簡單一些了 我們只有兩款 就不同GC GC稱為Polar 和Entermiti-Polar 但LC來說 通常它還用C18 column 其實不Polar的 如果Polar的話 使用NH2 column 都和我 NH2 column 通常是兩款 就夠了 特別來說 C18是最多人用的 因為 我以為HPLC做一些 不易揮發性的有機化合物 通常來說 不易揮發的有機化合物 通常的Molecular Mask 都大一些 大很多 越大的話 它有Polar的部分 又多一些 所以我經常講 C18 column 是最多人用的HPLC HPLC column 基本上在普遍上來說 7、8成的 common analysis裡面 都是用C18 column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做HPLC的Molecule 應該大塊 大塊 它就有很多 不Polar的組件 就是有很多 蟹粗carbon C-H那些 所以說 C18 基本上一定是適合的 所以7、8成的機會 都用C18 反而有小部分的 analysis 比如做一些 糖分 C-HPLC C-H那些 它有很多 O-H group 反而就用一些Polar的 但是 C18 一個內部Polar的話 基本上的機會用得多些 但是 芝師就不是了 因為芝師做一些 有些容易揮發性的東西 那它們的Mars 就小一點了 這樣 行不行 那它可能有些是Polar一些 有些可能不Polar 有些可能是Intermediate Polar 所以它的選擇度 比較多了一些 如果提到大家一些 就說 Column 其實有不同的Dimension 你要知道那個rotation 那個rotation 就是那個寫法 或者揭回 還不知道 我去那個 這個 這個其實是完了 這個 Out 先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1号是固定上的 内口径 这个0.53代表那个口径 叫做内口径 这个0.88是固定上的口径 就是有一堆转移动 你要知道这个可以吗 这是基本的东西 当然我们知识来说 我们知道不同的计器架构 我们有一个bord diagram 你要知道 特别来说每一个组件 他基本的运作原理 这个bord diagram 这边家的组件也建议 的地板上就要到这边 对我们公司之后 那边有很多不同的运作 就是提前言 我们现在有什么特别的运作 对我们的运作 History上显示 ,我们有国民主党中的项目 我们有国民主党中的项目 流動箱 Injector 固定箱 Detector 這樣 你知每個組件的運作原理都要知道 我們芝士來說就是氣體流動箱 只有兩款 為什麼這兩款呢? 大原則就是這兩款是Chemically Unreactive 或者Injector 其他我們選不到的 行不行? 其他我們選不到 另外就是我們的Injector 你知道Injector有什麼用呢? 我們要氣化我們的樣本 當然有手動和自動氣化我們的樣本 提醒大家就是我們打sample下去的時候 留意一下就是你打多少mule的樣本下去呢 多少mule都會進一個column 進行separation 所以我們要求大家 你打這個volume 要precise control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用到一個自動注射器了 因為自動注射器每一次打一個volume 都會很precise control的 行不行? Mexpress 也是 你打多少mule下去 多少mule都會進一個column的 所以一樣是要precise control的 當然有自動注射器 就用自動注射器打 每次都能夠很constantly 那個volume的 但是HPLC如果沒有自動注射器的話呢 我有一個loop就不一樣了 有一個sample loop sample loop控制那個volume 只要你打那個syringe 針筒introduce volume是多於那個syringe的話呢 每一次都填滿了syringe 所以每一次拔制的時候呢 都是一個switch volume 擠去那個column裡面進行separation 就很容易呢 或者precise control你的volume injection了 這個大家留意一下 我提到大家要知道計數了 這裡 不要再算錯了 可以不可以嗎? 看我的report都是算錯的 你說 我都不太明白的 就是人家問你一個solution concentration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concentration intrusion 是拿你的樣本 做了樣本處理之後呢 你可能是定融 可能是加速分 溝起了 定融了 就去打機 打機那個 讀出來的數呢 我又叫做什麼? concentration intrusion 或者是solution concentration 就是這個curve裡面 Based on你的signal 扔下來的那個呢 我叫做solution concentration 或者concentration intrusion 那你要計算那個sample concentration 要承認什麼呢? 你的定融的volume 還有用了多少sample rate 這些不可以漏了 當然啦 你可能有個稀釋因子的 都是不要漏了 還有我單位要寫對的可以嗎? 單位要對的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了 我們說PPM不是單位來的 percentage不是單位來的 你講單位來講就是percentage gram per gram 或者rate per rate rate per volume 你就不要寫PPM 就寫microgram per mil 單位你沒有寫 或者寫錯都會扣分的 錯的很重要 因為單位顯示真是濃度嘛 你單位都寫錯 或者沒有的話 就一定扣分不學 另外 內表方法 同學 這幾個大家都認識的 內表方法 Headspace 我們接下來我們會做實驗 Headspace 最重要的要設些什麼呢? Headspace 就不是用sorten去extract的 我們是phermal extraction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setting裡面 Headspace 一定要設定那個什麼? 設定那個over temperature 是不是? 因為它做加熱才做extraction 所以那個溫度是重要的 一定要設定那個溫度 你不設定 做不到extraction 你說設定它85度、100度的溫度 可以設定那個什麼時間嗎? 可以嗎? 你不設定時間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在Headspace來說 兩個比較重要的setting就是 over temperature 和那個equilibrium time 就是你在85度裡面有多久的時間 多久的時間 那我提起一點點的 Headspace 留意我經常做好件 Headspace 有一個transfer line 我會說你的板子 你弄好了之後 很簡單的其實 清一下板子 然後蓋上蓋上蓋子 然後放進去哪裡? 放進機裡面 然後就設定那個over temperature 和時間 就搞定這個地質 然後做個氣化 可以嗎? 你加熱去到某個溫度 把那些容易揮發的分析物 就升上去Gazspace裡面 然後針進去 抽了Gazspace出來 這個matrix 基本上來說 就不容易揮發的 因為剛才看回這個例子 你認識85度而已 你的matrix裡面 可能不容易揮發的 但是你可能做些什麼 只是做一個河 你會不會 我們有個實驗 有些消毒的儀器呢? 用酒精消毒 消毒完之後 那些儀器裡面 會不會有殘留的酒精留在這裡呢? 這樣就做一個 residual solvent analysis 那我們就怎麼做呢? 就用Hazspace來做 Hazspace來做 看看你那個消毒的儀器裡面 會不會有殘留的酒精留在這裡 那我們就不用加塑膜的 就秤了一個板 扔進去剛才的瓶裡面 然後蓋上蓋子 然後關掉溫度 那就關掉85度了 如果你的消毒完的器皿裡面 有殘留的酒精的話 85度一定會升 一定會把它vaporize 那你那個消毒器皿 可能是膠來的 可能是其它的物料 基本上那個matches 它就不會揮發的 其實酒精也會揮發 如果殘留酒精的話 那我把一些針下去 Hazspace 抽的時候 是抽到residual solvent vapor 就抽不到那個matches的 大家留意一下 在這裏 那至於我們 同學有沒有留意一下 就是這裏 Hazspace GC是一個組件來的 它搏入一部GC機裡面的 行不行 但是那個injetter是拔走了的同學 那個自動主要是把它拔走了的 因為這本上人說 你氣化完樣本之後 通過一條粗的喉 叫transfer line 就直接進去那個injetter port 就不需要 好像我們打GC 進瓶子 瓶子裡面 就放在那個盤裡面 這個不用的這個盤 記住了 這個放在那裡就純粹 你連那個injetter拔走了出來了 這本上人說就不是用那個 Auto Sampler 做過Auto Injection的 所以提醒你就是 我們打多少sample volume 就不是受制於這個injetter 是受制於Hazspace GC 行不行 Hazspace GC是控制這個 volume 打進去那個injetter機 因為你看到整個Auto Injection的拔走了 你抽多少meel都沒關係的 其實就是這裏控制的 你看到嗎 有個loop size 然後組件裡面 Hazspace裡面有個loop 這裏控制的 volume 就不是GC那個什麼 這個Auto Injection的控制 大家留意一下那個 Auto Injection的那個Hazspace GC的東西 那幾天要懂得計數了 同學可以不懂 要懂得計數 那時間的關係 可以不可以 那其實之前和你關掉了 基本上一、二、三張書關掉了 第四張書其實之前都關掉了 不過今堂就有少許時間和你關掉了 所以今天早上的時段就完畢了 對三班來說 看看同學 還有五分鐘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想問了 如果沒有的話 同學記住了 準時交那個notebook 一個禮拜後就交了 記住來測驗 同學可以嗎 5月10日那個日子 記住同學 如果和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的話 就 今天就完結了 那就下載一些Attendity出來 OK啦 先等一等